新聞大白話年度破關解任務 任務一 訂閱新聞大白話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任務二 小額月費加入新聞大白話的會員 用行動支持優質節目 讓我們一起監督政府 最近我們大家看到 論文門其實還是不斷的在被討論著 但是人家越來越看得清楚說 這個論文門跟藻礁 怎麼有一點類似之處 為什麼我們這樣子講 其實就是有網友覺得說 這當蔡英文講說 什麼事情為真的時候 是不是就其中有一些什麼貓膩 因為我們看到 現在這個藻礁永存這件事情 當然之前他講說藻礁永存 拿著藻礁這樣講 後來他去到了現場說 藻礁已經永存了 所以到時候大家被諦諭說 你是薩諾斯嗎 我說永存就永存 你可以一句話定人家生死 就特赦藻礁嗎 然後另外一個被大家質疑的 就是說現在他講說 三階沒有蓋在藻礁上 但是照片拍出來 你就很明顯的看到 這個橋墩上面 鋼筋就這樣插上去 插了好多直接下面就是藻礁 那這樣子叫做沒有蓋在藻礁上嗎 還是說他當時去到那個現場 拍出來的照片他面向的方向就被揶揄 那時候寄清漫畫是說 他站在這些鋼筋上面 站在這個工程上面 拍出去是沒有被施工的藻礁 然後告訴你說藻礁已經永存了 然後其實這個貓膩太多了 他說這個關心藻礁永存 然後什麼藻礁他就不提了 就是藻礁還分很多這種貓膩在其中 所以當這樣子你在藻礁這個事件上面 不斷讓人家發現漏洞的時候 蔡英文你說他永存 蔡英文你說沒有的時候 大家就會反射到說 是不是論文就像藻礁一樣 因為蔡英文都說 有啊 有學位啊 有論文啊 但是現在就是被這個彭P 追著這一件事情 甚至還這個他的下場 現在是已經被通緝了 當你要質疑蔡英文的時候的下場 就像彭P這個樣子 當然彭P也承受到一些壓力 所以他現在要出一些比較奇招 他說他要這個 告總統府的發言人 這個如果你提出這個蔡英文 博士證書的話 那我他的這個律師 就說要傳喚阿扁 因為彭P自述說 這個張敦涵加重毀謗 那張敦涵拿出的這些證明文件 他認為這也是造假 所以就要申請傳喚 這個陳水扁來作證 那現在就連這個像這個陳一新 就其實這算是蠻溫和的一位教授 陳一新他都看不下去 他就看到這件事情之後 他也發表了他的一個看法 他說其實這個蔡英文的論文爭議 11月再度引爆已經顯示說 蔡英文用詮釋企圖隱瞞真相 仍然是指包不住火 難道非得要等到倫敦大選 也否認才要扶手認罪嗎 為什麼蔡英文在這個論文事件 可以逼得那麼多的專家學者 都要紛紛的跳出來質疑 就是其實當中太多的疑問 太多說不清楚的地方 其實就是一本論文拿出來 大家通通都閉嘴了 為什麼要搞到這麼複雜拖那麼久 所以網友就這樣直接影射過去 也不是影射 就直接這樣子同理可證 那你藻礁也是這樣子騙騙騙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相信 你告訴我們論文是真的 那另一方面現在 如果說對於政府有所質疑的話 你看馬上要告你造謠扭曲 然後觸犯這個公投法 這是民眾隨著這個垃圾車來發送 其實我覺得這是以其人之道 還其人之聲 因為之前不斷在講說 如果你什麼支持愛台灣的話 你就要投什麼通通都投不同意 就是他用藍營的邏輯 然後引導大家說你要去投不同意 他們現在只是用好像類似的方式 就是說如果你支持民進黨四個公投 就要投同意 馬上民進黨跳起來 我們看到這個趙天麟講說 怎麼有人會是這個樣子 那這段影片現在也被拍了下來 然後他就是播放說 這是在刻意造謠 我們先來聽一下 這其實就是用其人之道 還之其人之聲 再怎麼說應該就算是一個工坊 因為其實在我們節目當中 也討論過好多次 就連這一個文山伯他都講說 高雄那邊都有人在那邊講說 如果你覺得這個什麼民進黨不合理 那請你投四個不同意 就是直接用不合理 用不這件事情來連接 不同意這件事情 就是擾亂烏賊戰 所以其實當時 我們也只是這樣討論一下 沒想到同樣其人之道 還其人之聲 你們是造謠扭曲 會觸犯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還真的高雄地檢署去案名告發 另一方面也看到這個上報 就馬上有這樣子的這種報導出來 他說這個是奧保 這個是賈文宣 賈文宣怎麼樣 就是這樣子 這邊你看四個公投 什麼教訓騙子政治 這個叫做賈文宣 支持民進黨就投下四個同意 就反過來這樣奉刺民進黨 這個通通都是賈文宣 這是刻意造謠 不同意的話 你投這個不同意 就是反美朱公投 那你自己不是也是這樣子講嗎 那為什麼別人講的時候 你是造謠自己就可以 所以人家就想說 這就叫做綠能你不能 董哥 台灣這二十幾年的選舉 大家印象深刻 所有用奧保的 獲利的都是民進黨 民國87年 說吳敦義有緋文錄音彈 結果當選的是謝唐廷 對不對 高雄市長 大家看說黃靜英有走路攻的 結果黃靜英漏選 當選的是陳吉 對不對 然後兩顆子彈 奧保中的奧保 那現在情況不明 說那個開槍的那個人 那個人死在台南的銀河裡面 自己穿了西裝 用那個以往纏起來 不曉得怎麼死的 我現在都很擔心 林秉書的安全你知道嗎 因為他知道很多東西 你要讓一個人不講話的話 很簡單就把它做掉 那有時候你看這東西 為什麼民進黨這麼會嫌棄 沒錯 他們就奧保的始祖 那所有這些東西他都可以做 所以現在講這些東西 大家都很有感 他公路總級查不到 查不到就是查不到 你拿我怎麼樣 對不對 過一陣子 只要沒有人討論 那蔡英文呢 蔡英文三不五時 因為彭文正 常常把他的 有一些新的精度把它拿出來 那蔡英文很多東西找不到的 譬如說我雖然沒有博士 沒有壽士 因為沒有去練 但是你如果說有個博士 你一定會有個博士照 你一定有同班同學 跟你的一些相處 對 蔡英文都沒有 對不對 大家能不能幫忙找一下 蔡英文的同班同學 總有同班同學 對不對 他連論文連結都沒有 別人都有 就他沒有 也沒有看過他的博士照 他每天講 我是有我的論文好的怎麼樣 好的可以拿到1.5個博士 你的博士照在哪裡 戴博士帽的博士照 跟你博士班同學的互動 這些照片通通沒有 現在大家上窮逼漏下網前 怎麼找都找不到 然後他就講有 然後大家替他掩飾 這是一個國家最大的醜聞 很多人在包庇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講民進黨這些奧幕 他很多東西都是假的 今天藻礁公投的團體 他們發出他們的文獻 因為他們實在是一個小團體 他們過去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民進黨還在野的時候 台灣的那些環保團體 通通都支持他或怎麼樣 現在民進黨執政了以後 要幹掉藻礁以後 這些團體通通不見了 然後潘中正老師 連連署都連署不成 是很多朋友 很多主持人大家幫他 幫他以後他們畢竟 因為他們過去支持的那些團體 都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所以都在扯他後腿 所以最近的民調 他們就很不利 他們很緊張 那12月1號蔣萬安到現場 他們把蔣萬安把它隔在很遠 隔在很遠為什麼 因為蔣萬安如果到現場的話 就會拆穿蔡英文講個假話 跟他的論文一樣假 蔡英文說我早叫做永存 這裡沒有被破壞 沒有被破壞 其實是有沒有被破壞 有 昨天上午國民黨另外一個立委 不問區立委李德維 他們凌晨4點 到現場 殺他一個人臭手不及 他們就到現場 現場拍 那些基裝 那個棧橋的基裝 全部架在藻礁上面 怎麼會沒有 那個現場一看 馬上一翻兩瞪眼 所以現在還用突襲的方式 才拍得到真相 因為他把你阻擋讓你嚴掩 嚴掩你就拍不到那個進警 那蔣萬安比較老實就被騙了 那李德維有點驚豔說 蔣萬安被阻擋在外面 阻擋在外面他告訴你沒有 你看 嚴掩看就沒有 為什麼不能靠近 藻礁要保護 不能靠近會把藻礁破壞 用一個保護藻礁的那個 把你擋在外面 自己在裡面大肆破壞藻礁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在台灣 這個很可憐 你到蔡市長人家跟你講 偶礼藻礁 那藻礁台灣的國保對不對 對 現在有人要破壞你幫我同意 我沒有同意 所以你就看不同意了 你要蓋不同意 蓋不同意去上民進黨的檔 你要蓋同意才是保護藻礁 你不想吃萊豬 你想要吃豬蠟 小豬蠟這麼厚 我沒有在這裡 所以你就蓋不同意 你又被民進黨騙了 你要蓋同意 才是季節萊豬 你要四個都同意 才能夠對民進黨的政策 做一個推翻 做一個反擊 這個政府太可惡了 網軍董事令 蔡英文我們要給他一個教訓 所以其實大家要留意 因為這一波的這個公投 一直到12月18號當天 他們都還是可以不斷的宣傳 不斷的告訴你民調是什麼 所以其實你真的 在這種大軍壓境之下 民眾要有這個清楚的 辨別能力 真的我覺得 大家要用智慧來辨別 我們來問一下夏教授 在這個語意邏輯上頭的文字玩法 其實有一個最容易破解他的做法 就叫做負負得正 就是這個事情好不好不好 那你覺得該不該不該 所以負負得正 所以大家記得 夏教授給了一個新方法 大家記得在心裡頭 就是放負負得正 你到處就不會搞混 負負得正到處都跟大家講 就是正 好 那麼古代 有叫做神工護體 那麼我們現在 有萊豬這種神豬護體 然後又有這種 論文級的神話護體 所以很多人就問我說 有關於蔡總統她論文的事情 看我怎麼看 說她是不是在說謊 那我就說 我從自己讀書的經驗 我覺得她絕對不是在說謊 她是在說神話 她在說神話 比謊還更高級 因為謊就不會有人相信 而且你相信謊話 就證明你是個笨蛋 可是你相信神話 就代表你有信仰 於是信仰就會讓你相信 這個事情是真的 所以其實不是謊話 而是神話 所以就像她講 呼籲這些高端死忠的 你們就是要相信我 對 不論高端如何 你就是要相信我 不論論文如何 你就是要相信我 不論藻礁如何 你就是要相信我 所以我們在美國讀書 我們是在美國 英文叫做United States 那這個States 它就是一種狀態 如果你去看它原文翻譯的話 那個States就是一個概況 就是把各種不同的概況 連結在一起 成為一個叫做 美利堅合眾國 可是如果是在英國的話 就不一樣 英國叫做United Kingdom Kindon就很像神話 童話裡頭 經常會出現的Kindon 它這個Paradise裡頭 所以找不到她的同學 她的同學到底是誰 為什麼現在她的同學們 跟她的同班同屆的 都沒有人出來替她說話 這個也滿奇怪的 就是我現在其實很慶幸 我是在美國讀的博士 我現在如果在英國讀博士 可能就會有人問我說 你們英國這個博士 這麼神奇嗎 為什麼你都找不到你的同學 可以替你出來作證 所以我也會覺得很怪 就是我們一定會有畢業典禮 我們博士論文透過口試以後 我們還得請大家吃披薩 所以你一定會有合照 你一定會有跟你的教授的合照 你還會跟你的教授有很多 而且我們畢業的時候 學校還會送給我們紀念品 像我的話就是有送水晶杯 那個是同學送的 同班同學送的水晶杯 上頭每一個杯子上頭 都會去雕刻你的名字 然後學校就會送我一把材質刀 在那個刀柄的部分 就是學校的校徽 然後他讓你去材質 他透過送你這個材質刀 告訴你一個什麼樣的 重要的重點就是說 從你拿到博士學位以後 以後你所碰到的每一件事 你都要像這把材質刀一樣 就是你要用非常細心的方式 去了解去裁量 而不是收到信的時候 一把手一手就把它給撕掉了 然後撕得破破碎碎 撕得不好 所以每一個學校一定都會有 他的校風 這個校風這個人 他說得出來說不出來 他的老師是誰 以及他在倫敦讀大學 也有他的其他上課的老師 他除了論文以外 他也要修課 這些修課的老師 好像也沒有替他說話 然後他的指導教授 好像也被他說成 已經到了天國去了 很多的神話就堆積起來 這些很有趣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 我想我們再回到了 有關於賈文宣的這個事情 就是我剛剛提到了 負負德政的概念 是為了幫助大家 回頭要投票的時候 你要記得 怎麼樣不要讓自己 在投票的那個當下 蓋錯閣 現在你去聽到各種的宣傳 跟說法的時候 我覺得也要用 才指導的概念 來作為你自己心裡頭的 這個馬其頓防線 為什麼要這麼做 原因非常簡單 因為我們每天都曝露 在各種不同的訊息裡頭 就好像現在我在 宅宣的節目裡頭 我在西文大白話 跟大家說話 你也得到了 我所告訴你的這些事情 可是你自己本身 就必須像是一個採指刀 猜信的這個採指刀一樣 你要能夠去 有效的去擷取 你認為對於你的信念 有所支撐的這些內容 它才會對你有益的 而不要去在各種的 衝突的這種訊息裡頭 然後你被誤導 你進而因為是別人的誤導 而自己產生了誤判 這個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我覺得 我沒有聽來是別人的 有感覺 我沒有看過 你 不行 你 你